《 》 每個人可能在這個戲裡面 都會對某一個角色或家庭成員 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家人的投射 這次在《過時過止》這部戲裡面的角色叫做阿楊 八年前發生了一些事情令我離家出走 一酒醉走了八年 回到家裡的感覺或者特別對爸爸的情感 也很複雜 我的角色是阿琪 其實就是這家人的大女 雖然她是大女 但她其實在這個家庭裡跟她的爸爸一樣 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的人 因為她也很不想接觸 或者很怕去處理她家庭的事 她也會不出聲 她也會靜靜默默去觀察她家人 我的名字叫做阿玲 本來是做家庭主婦的 但是家裡的經濟環境的問題 我就要出來做終點 阿玲這個角色 她的性格也挺強的 她的性格 跟我的性格也有點像 因為我都是各種事情都想做到最好的人 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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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場 我覺得寧追求的事很簡單 就是一個安定的家 有一個愛她的男人 就是很多女人都學慕追求的 我的角色是一個 不是很懂得表達自己的人 不是很懂得跟人溝通的人 在這兩個冬至裡 都是面臨她人生極大的轉變 其實第一個八年 她面臨她整個人的事業轉變 被人裁員 下一個八年後的冬至 亦都是她一個阿珍 面臨人生一個重大抉擇的時候 我在過時過節裡 釋現阿Joy 就是這個核心家庭裡的一個表姐 起一開始 我就會從英國回來 我是希望跟他們過冬 但我一踏入這個家庭 就會感受到這個家人 很多相處上的問題和暗湧 打機同時賺錢 賺錢同時打機 你說是不是很熟 是吧 我在過時過節裡 釋現的角色叫雀仔 我是阿楊的Best Friend 我跟他一起運行一間遊戲公司 我的角色性格是一個很樂觀 很好動 而且對任何事都沒有所謂 這次跟女長安塔戲 我們的角色性格好像 跟真實的我們互相交換 我是比較高冷一點的 但是他就是比較 就是比較熱情一點 大不了人 你知道嗎 Chris很難的嗎 喂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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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道以來 最難的一個角色 對我自己來說 也是自己很擔心 因為這次的角色是一個 不是大家熟悉的Edan 不是男排女像裡面的阿神 不是大叔的我裡面的阿田 很深入很內在 也很多層的一個角色 譬如阿譚他們和Angela 他們會專門回來看我們拍戲 吸收多一些不同的經驗 或者看到一些好的東西 或者看到一些不好的東西 他們都可以吸收 而且他們真的有自己的想法 我和阿譚做了一場戲 說我兩父女 在車上對台詞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我這裡加一點東西 加進去好不好 那我說好啊 很有想法 演員 一直叫 跳啊 放鬆自己 拍這三場的時候 Mo仔三天都在這裡看 就算他沒有他的氣氛的時候 他都會在這裡看 之後可能在鏡頭的時候 他會馬上走過來跟我說 你應該要在哪個位置做得好一點 他教了我很多東西 而這些東西是我從來沒聽過的 也都沒學過的東西 不知道 新演員我都合作很多 他經常都去追問 自己很主動去追問 怎樣可以好一點 這個很重要的 他是會成功的 我會想要去追問 我會想做 自己的心靈